公主平时在府里无聊 难得和王妃谈得来 王妃得空就来陪陪她 宁妙威觉得公主府的丫鬟 也是个人才 她真不知道紫竹从哪里看出来 她和玉像婉谈得来 没听到玉像婉口口声声说要杀了她吗 紫竹似乎看出来她的心思 敏唇一笑 公主只会对喜欢的人说杀了她 不喜欢的人 是直接打杀 这 这是什么见鬼的爱好 玉锦修就等在外面 见她出来便问 你把姑姑怎么了 姑姑身份尊贵 又与我一见如故 我能把她怎么样 玉锦修对她的这番话明显不信 毕竟刚才玉像婉叫得实在是太惨 她的眉头微皱 终究是有些不放心 跟着紫竹去见了玉像婉 宁妙威知道他们之间 原本就没有太多的信任 而玉锦修又关心玉像婉 她亲自去问 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她照例让婢女弄来于时去位锦里 她过去的时候 见玉锦修坐在那 玉锦修一看到她 就瞪了她一眼 她本来想走 可是看到玉锦修这副样子 就极为淡定地坐在她身边 递给她一把鱼石 一起啊 我才不跟你一起啊 她说完起身就走 宁妙威一边喂鱼 一边道 你脸上的痘痘我能治 你可以等姑姑的病好了之后 再来找我 我这痘痘 太医都治不好 你怎么可能治得好 姑姑的病 太医也说治不好 大夫只给有缘人治病 你不信我 我也不会给你医治 不过如果哪天你信我了 求上门来 我可能就会收很贵的治疗费 你心里要有点准备 玉锦修的眼里 生起了几分狐疑 毕竟上次宁妙威 在宫里救了太后之事 是她亲眼所欠 如果她要是 还能治好长公主的话 那就足以证明 她的医术 的确是很高明 她心里有些犹豫 却想起之前 她们之间的过节 轻横一声不再理她 宁妙威觉得 她想把园主烂到家的 名声挽回过来这事 实在是慎重而道远 两人才说了几句 玉锦修便黑着脸走了过来 你究竟对姑姑做了什么 她竟连本王都不见 可能姑姑觉得 王爷今天黑眼圈太重 美貌不在 看起来不够赏金月木 所以不想见你 王爷快放我下来 大庭广众之下 拉拉扯扯成何体统 玉锦修真的是好想 一巴掌拍死她 宁妙威见她的面色 更黑了几分又给她顺毛 王爷也不用担心 你底子好 我回去之后给你开副药 保管你马上生龙活虎 玉锦修对她 已经没脾气了 当下一句话也不说 一把将宁妙威 拎起来扔到肩上 大步朝外走去 宁妙威的胃被她的肩顶着 难受得要命 她拼命地挣扎 只是她的那点力气 在玉锦修面前完全不够看 根本就挣不脱分毫 好丢人啊 紫竹看到了这一幕 也是有些意外 她忙进去将这事 禀报给了玉项婉 玉项婉被打了那一针 听到这个消息就痛快了 打得好 像宁妙威那种性子的女人 太不老实了 这种不老实的女人 就得打 紫竹是个实称的婢女 这会儿见玉项婉 心情不错 便轻笑道 公主 你也不太老实 我以为你也不太老实了 我以为你也不太老实了 我以为你也不太老实了